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多少经验还好 当时有一个配音导演在旁边 他一直在传授我一些东西 给丛林大作战配音有什么感触吗 它跟演戏不一样 那演戏的话是要用生活的方式去说台词 配音的话呢有时候需要一些夸张的 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个角色带入道理 你自己和阿波罗最相似的地方 和差距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是它比较乐观的吧 就是很开心的这种快乐的状态 最大的区别是 它有时候太过于执着了 我觉得一件事情 而且有时候呢 有过于原话 我可能没有谈那么近 有的时候小心心挺多的 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童心的人吗 会不会经常有一些一小天开的想法 我觉得我算是吧 有时候小玩具啊什么的 我会去看一看去马连马 有时候乐高 虽然玩得比较小 如果把自己想做一种动物 我觉得自己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会是狗吧 我比较喜欢狗 挺乖的 出演角色千金的时候说自己挺胖的 现在怎么瘦下来的呢 我最近又壮了 因为我在增肌 但是脸好像没有胖 因为体质没有变 觉得是千金的上一部戏是个现代戏 那个时候增肌的话 不是很科学的方法 所以吃了挺多碳水 可能脸也跟着胖了 那现在呢 我也没瘦 现在又撞回来了 但是好像脸被怎么变 我尽量把体质降低 这样脸就不会胖 出演了很多类型的角色 有没有自己想挑战的类型呢 我想挑战反派 其实我之前有一些采访 我还说过 希望有机会吧 我也想出演一些 就比较一些题材比较现实的 就是行政类的 或者是惊悚类的 这些题材的吸引 自己的古装造型和现代造型 更喜欢哪一个 我比较喜欢现代装 现代装比较简单 古装就比较麻烦 有没有完全无法抗拒的一道美食 要说之前的话呢 我回成都比较喜欢吃干腰和肠 那现在已经油吃了很少了 因为我在增肌 所以油要控制 演了与其卫星和不碎后 脚量有没有变好 其实针灸在戏里面拍也就几场鞋 所以没有喝太多 很多时候都是用葡萄酒代替的 最近的一条朋友圈可以透露一下是什么内容吗 跟微博同步的健身照具铁的内容 如果有一个假期你最想做什么 假期出去旅游吧 要问自家园 好多地方都没去过 我比较爱自由 接下来会有什么作品和大家见面吗 一些作品那边确定档期 但是今年应该会有的 最后的话用自己习惯的笔记方式做一个结束 好的 笔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